得知妈妈的死讯 马姓附上的儿子 着急来到台湾 晚间到地检署做笔录 面容相当憔悴 家属怎么也没想到 之前多次围整形都没事 这回到了李静良的家事美诊所 动刀竟然出了意外 位在香港的珠宝店大门紧闭 但根据了解52岁的马姓死者 是座七彩云南宝石起家 致富后入籍香港 经营珠宝店 儿子还娶了珠海市市长的孙女 镇伤关系良好 香港籍富商 疑似是因为经常来台湾经商 所以在这附近也有制产 之前就曾经多次的到家事美诊所 来进行微诊型手术 像是电波拉皮 以及玻尿酸等等 都认为效果不错 这一次在朋友的劝说下 进行了龙乳手术 没想到却意外死亡 根据医师描述 当时在富人的手臂 腹部 大腿 抽取皮下脂肪3000cc 正打算要注入胸部时 休可送一不至 知道了四名医护人员 复训后快步走出北检 面对提问一概不回答 主导的流行医师 30万元交保 而走在他身旁的 则是让病患因抽脂死亡 被判刑的麻醉师 叶春新 10万元交保 另外两名护理师 则是5万元交保 手术意外酿死 家属一度情绪崩溃 传出医师想私下跟家属和解 而诊所的负责人李靖良 至今没有出面说明 这场抽知人命意外 究竟是谁出了差错 势必得给家属一个交代 记者阿公洋麦刘一记台北报道